客人超忙 兩百萬 自由行的客人 他就是雨露均沾 他也可以住特色民宿 他可以住五星級的VILA 搞不好 將來冬天是肯定的旺季 蜜石的棄地呢 已經被人把它填滿了 填滿完他就不來啦 亨村半島你說哪幾家 合法的也只有一百零幾家而已 你有申請嗎 還沒 機查只是我的一部分業務 我還要負責處理消費鎮壓 跟旅展方面的業務 甚至客人他在選擇民宿的時候 他也覺得沒關係啊 面海重要還是合法重要 我要選面海的 我不要合法 十五間是二十間左右啦 對 這是我的最大量 因為太多不能合法 量這麼大情形之下 你就不能有很 比如說很積極的一個機查行為嗎 我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我沒辦法時日刻刻一直在旁邊看 沒法去符合社會大眾的一個期待 也是我認為 心有餘地不足的地方 是很難做啊 違建有分舊的跟新的 有的是很早以前就存在違建 那你依照優先的資訊 你新的違建方面處理完 你怎麼先處理它 只是它違規營業嗎 你反對蓋民宿 那你是不是鼓勵我們來種子 那我們就種高經濟駕駛的 高經濟駕駛相對是要什麼用很多 農藥 那對你的環境污染是怎麼樣 我要強調它一定不能就地合法 而是一定有一定門檻的合法 合法之後我們去要求它 怎麼樣加強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怎麼樣加強它的公共安全 就是包含消防等各方面 透由這樣去保障消費者 遊客的安全